9月24日,劉嘉玲,Angela Baby 照入停迪港,她們將出席電影 迪元節之神都龍王的首映儀式 Angela Baby已現身 便被追問她與黃曉明 戀情的最新進展,但她卻已在 迴避隻字不提感情問題 今晚扔人天神 對方是不是好扔人 後面還有一隻有停 對,快點拍她 大同啊,小明的關係 不太好啊 這還有 Baby本人不願作答 卻難為了隨後現身的趙又廷 而趙又廷更直接的是一記者 不要太八卦 這對人家的事情 也許討論太多了 她這次也很努力啊 做得很好,然後大家多多支持她 看她的作品,別看她的八卦 晚些時候被記者後隔正著的 還有影帝梁朝偉 對於自己參演的一代宗師 將會角逐奧斯卡 偉仔表示十分開心 而近來偉仔遭懷孕小三逼宮一事 傳得沸沸揚揚 周迅更是躺著中槍 被指即使小三本人 對此事偉仔回應只是八卦而已 更表示與劉嘉玲的感情不變 不要輕信謠言 八卦傳聞這些事 只是給大家八卦一下 大家不用這麼認真的 大家怕不怕嘉玲在看到我 不開心嗎 都說八卦傳聞 大家八卦一下 都認不下 都看不見 東星語樂整理報導